斗魄之无上之境 第317集 这支血红火焰剑 融合了他们这整整一队人马的惊血 其威力哪怕就是一个超级天才 也无法接下 他们怎么都想不明白 为什么这个看起来斯文清秀的家伙 竟有这么变态的实力 仅凭一把脱手的武器 就把他们最强的一招给破了 还有什么绝招都使出来吧 没有了是吧 那就该我动手了 萧炎嘴角撇过一丝冷笑 抬手准备接住落下的天火横骨齿 就在这时 一抹黑色利芒骤然从公魔一族斗地背后 击舍而出 这是一支短剑 剑尖呈六棱状 剑尾有黑色羽毛 空体黑色泛着绿光 一看就脆了剧毒 只看其样子 实在平时无华 根本不能与刚才那支巨大又华丽的血色火焰剑 相提并论 但就是这样一支不起眼的黑色短剑 藏匿在血色火星中 悄然射出 带起的 却是令人浑身寒毛未知一束的森然尽气 这时机拿捏之巧妙 实在令人防不胜防 若不是有着半翼界的灵魂之力 剑尔几乎感应不到这诡异的偷袭 可是尽管剑尔感应到了 但当他反应过来时 这支毒箭已经距他近在支持 他根本没有取回天火横骨齿抵挡的时间 情急之下 剑尔刷地张开背后的双翼 急速暴退 带起一道道虚幻残影 剑尔快 毒箭更快 黑色毒箭在空中 拖出一声尖笑 连穿过几道残影 以不可思议的速度 追射剑尔 眼见距离 剑尔的咽喉紧不到一寸 龙翼和静无尘的心 都快提到嗓子眼上了 手心攥满了汗 在这危急关头 剑尔一声低喝 将骨翅与身法 都施展到了极致 快速后退 在几个急剧的颤动间 与短剑拉开了一个拳头的距离 紧跟着 身子猛的一扭 毒箭擦着剑尔的脖子 飞掠而过 没入山路的崖壁上 望着崖壁上那个小黑洞 剑尔勃然大怒 右手虚空一隐 接回天火横骨齿 身形跟着踏出一步 瞬间出现在了 山路转弯那些 公魔一族斗帝的不远处 公魔一族的斗帝们 一个个面色大变 不自禁地后退了几步 才稳住身形 脸上绝望之色渐线 但依然没有逃跑之意 一脸沉默地 对视着硝烟 见硝烟脱鞋 龙翼和静无尘 都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双双手持兵器 紧贴到了硝烟的两侧 预防刚才那样的暗箭 硝烟没有立即动手 他用灵力的眼神 扫过公魔一族的每一个斗帝 因为他在这一刻 想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 极喜欢 也极擅长偷袭 在这次进幻境的斗帝中 只有这个人 有发出那几乎绝杀一剑后 能迅速隐匿的 不见踪迹的本事 这个人 就是浑魔一族的绝世天才 浑影绝 一想到浑影绝 可能就混在这群 公魔一族斗帝中 硝烟额头 倾金渐渐爆起 从紧咬的牙缝中 透出一抹冷力 刚才是谁射出的 黑色毒箭 没有人回答 哼 很有骨气是吗 硝烟嘴角 掠过一丝冷笑 左手手掌陡然张开 几道若隐若现的强劲斗气 缭绕在手掌上 脚步一挫 身形已然不见 公魔一族斗帝的 近战能力极其一般 众人只觉得眼前一花 硝烟已经拧断了 站在最前面一名斗帝的脖子 回到原地 说还是不说 硝烟继续逼问着 公魔一族斗帝 眼睁睁看着硝烟 在自己一对人面前行凶 公魔一族的斗帝们 感受到了屈辱 在这一刻 他们愤怒了 不知道是谁带的头 公魔一族这对斗帝 纷纷扔下手中的长弓 拔出刀剑 冲了上来 就要和硝烟拼命 哼 我真不明白 你们为什么要替 魂魔一族卖命 他们到底给了你们什么好处 能让你们公魔一族的 年轻精英来送死 不过 既然你们冥顽不灵 那我就成全你们 硝烟挥手 制止了欲出手的龙翼 与静无尘 举起天火横骨齿 清灰色光芒再度燃烧 灼热的气息 让压抑的空间瞬间火热起来 死吧 一声低鹤钟 硝烟脚尖一点虚空 身体如出塘的炮弹一般 皱射向半空 油盐划三尺快速挥出 有了之前被独剑偷袭的教训 这一次 硝烟并未用全力 但尽管如此 世界斗技油盐划三尺的威力 也不是这对 公魔一族斗地 所能抵挡的 喷喷喷喷响响声连连 冲在前面的公魔一族斗地 被劈得飞了出去 重重地砸在黄土崖壁上 尘土飞扬间 星红的鲜血夹杂着破碎的内脏 狂喷而出 然后在天火的灼烧下 化成血雾 住手 一道大鹤声及时响起 制止了想继续冲上前的 公魔一族斗地 听到这声大鹤 公魔一族斗地 尽管双眸血红 盯着硝烟就快要喷出火来 但还是停下了前冲的脚步 纷纷为身后大鹤之人 让出一条道路来 哼 终于出来了嘛 硝烟落下身形 看着从公魔一族队伍后面 缓步走上来的一名 左手拿弓的中年人 眼中闪过一抹疑惑之色 龙翼和静无尘依然持兵以待 生怕稍以疏神 人群中又射出一只偷袭的毒箭来 中年人在硝烟三人的注视下 薄薄的嘴唇清明 一抹苦笑露出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 你 萧炎的眼力何等犀利 不可能 你根本就没有射出那一件的本事 中年人的身子不自觉地一紧 好厉害的年轻人哪 连这都看得出来 若不是得了魂魔一族 极其丰厚报酬的承诺 又低估了萧炎等人 我公魔一族怎么会来趟这趟浑水呢 但中年人却面不改色 有没有那本事不是你说了算的 那一件是我设的 待人偷袭你也是我安排的 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 说我无可奉告 死到临头 还想包庇原凶 莫非你公魔一族铁了心 要跟着魂魔一族 与我萧族对立 中年人就像听到了一个大笑话一样 笑了起来 对付你萧族 我公魔一族还用不着跟着谁 要不是有伤盟和轻浩然庇护 我公魔一族捏死你萧族 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轻松 你 龙翼一听萧族被人诋毁 马上就跳了起来 雷电之枪电光闪烁 要刺死这个中年人 萧炎伸手拦住了龙翼 沉下脸 看着放肆大笑的中年人 语气淡淡 却掷地有声 是吗 你知道你这句话 给你公魔一族带来的将是什么吗 我告诉你 是灭族 我发誓 不久的将来 我一定要让公魔一族 在斗地大陆上 除名 萧炎之所以敢夸这样的海口 是因为他在路上 向靖无尘打听过 公魔一族最强者 只不过是七星初起 以萧炎成长的速度 以萧族日渐雄厚的底蕴 和那数百名 正暗地培养的五星斗地 灭掉公魔一族 绝不是遥遥无期之事 萧炎的话 愣到极点 但却没有半点狂妄的口气 就像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令中年人 以及公魔一族的所有斗地 心底无来由地 升起了一股寒流 是啊 萧族有这么一个变态天才 谁敢将其小觑 一旦萧炎成长起来 公魔一族 还真有可能被萧炎灭族 只是事已至此 双方仇怨已结 再成口舌之力 已没有意义 中年人觉得如此 萧炎也觉得如此 不管魂影诀在不在附近 或者混没混在这群 公魔一族斗地中 先杀光这些公魔一族斗地 再说 萧炎心意已决 就在萧炎正欲动手之时 中年人纳戒微闪 一件物品落入他的手中 快速扣在了左手的弓上 这件物品 让萧炎的瞳孔猛的一缩 这是一只短剑 通体黑色 剑尖呈六棱状 与之前偷袭萧炎那只毒剑 一模一样 莫非真如其所言 那一剑是他设的 可为什么 我感觉不出他有那样的能力呢 难道此人深藏不露 难道 我猜测错了 此事真的不是婚姻爵所为 萧炎心中一脸闪过几个疑问 眼神变得凝重起来 手中的天火横骨齿 缓缓抬起 鞋指中年人 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了中年人手里 那只曾令他心计的黑色毒剑上 毒剑入手 弓弦早已拉满 中年人突然吹了声口哨 那些手持刀剑的公魔一族斗地 立时挥刀而上 用身躯挡住萧炎阻止中年人放剑 与此同时 中年人手指一松 黑色毒剑呼啸着旋转而出 射向萧炎的咽喉 哼 我就在领教领教你的剑法有多厉害 面对击射而来的毒剑 萧炎斗志暴涨 天火横骨齿 抖出一团光影 就要迎上去 可在一定惊 不禁微微一浪 不错 这剑是一样的剑 速度也的确要比其他公魔一族斗地 射出的快很多 但其威力却与刚才偷袭自己那一剑 有着天壤之别 别说这个距离 就算再近点 对自己也造成不了丝毫的威胁 怎么回事 转念间 萧炎冷汗立刻渗出 一种不好的预感 笼罩心头 说时迟那时快 就在萧炎的重耻 快要挥中中年人射出的一剑时 山路悬崖风声微动 寒光暴涨间 又一支黑色毒箭 已快到变态的速度 直射萧炎的胸 这一剑来得太突然了 这一剑来得太凶猛了 这一剑来得太快了 剑起的刹那 剑已经到身前 这一剑才是真正的杀招 前面中年人站出来所做的一切 都不过是为了这一招的铺垫而已 好精神的算计啊 这一刹 萧炎已经明白了 魂影绝的所有固执 只是两只黑色毒箭 已然紧身眼看着必无可避 这一刻 萧炎双眼精芒暴涨 握着天火横骨齿的右手一松 斗气含尽一吐 天火横骨齿顺势前飞 撞飞了中年人射来的一剑 与此同时 萧炎仰面向后弯腰 另一支毒箭 擦着萧炎的胸膛呼啸而过 可是这还没完 就在萧炎倒弯的身子 刚刚直起到一半时 悬崖边风声在起 嗖嗖嗖 三只黑色毒箭 分析萧炎的咽喉胸膛和下身 高速旋转的箭矢 将空气搅成无数气旋 这三件既快又准又狠 明显是算准了 萧炎重心不稳无法躲避 将偷袭的精髓 发挥的淋漓紧致 去你妹的婚影绝 萧炎怒到了极点 也惊到了极点 婚影绝的棘手 远超他孤寂 没有半点犹豫 电光石火间 萧炎再次养身 直挺挺向后倒去 堪堪毕过那夺命的三件 然后急忙就地一滚 一个翻身恢复站姿 施展身法 拉开了距离 摇摇望着悬崖边 可是此时的悬崖边 已经没有了半点动静 悬崖边安静地 让人有种恍然如梦的感觉 仿佛刚才那几件 只是噩梦中的幻觉 萧炎当然知道 这并不是梦 只不过是那几件 来得太突然 来得太快 然后又瞬间归于寂静 带给人的错觉而已 一个急劣 萧炎已经闪身到悬崖边 但四下环视 却完全找不到 魂影诀的踪影 山谷中 也没有见到下方的斗地 因为上空有人飞跃 而轰出斗技 只有山峰穿行在谷中 呕起的几声乌叶 迅速将灵魂之力 催发到极致 覆盖所能达到的最大范围 然而让萧炎心中一领的是 和之前灵魂之力 没有探测到魂影诀一样 这次依然没有探测到 不应该呀 那是什么装置吗